最近一段时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富通镇村的江伯双江靖双姐妹在当地出了名。 他们分别以705分、670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近日,他们一家人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双胞胎姐妹的父母江玉龙、宋鹏雁是普通农民。 夫妻俩种植着30多亩地,日子虽说不太富裕,但也其乐融融。 江玉龙、宋鹏雁的勤劳,朴实、善良,潜移默化中带给孩子们最好的人生教育。 他们性格平和,乖巧懂事,从不乱花钱,从不比吃穿, 让无数父母心惊胆战的叛逆期也没有出现在这对姐妹身上。 双胞胎的母亲宋鹏雁表示,她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但是不想给孩子太多负担。 她会收藏孩子的每一次考试成绩,与上一次进行对比。 即使发现成绩下滑,也不会斥责、指责孩子, 而是引导孩子分析原因,找出不足。 宋鹏雁与丈夫的愿望是让孩子轻松学习,快乐成长。 我就不想给孩子报各种补课班了,就想让孩子快快乐乐地长大, 然后轻轻松松地去学习吧。 孩子犯错误吧,然后我从来也不说是以骂呀,是逊的啥, 然后就姑娘你这么做不对,种种地,然后去引导她。 家中整整一面墙的奖状,记录着姐妹二人的奋斗足迹。 在小学阶段,两人成绩并不突出,进入初中后成绩逐步提升。 进入高中,姐妹俩的成绩稳定在全校前十名。 在姐妹俩眼里,学习并不需要起早贪婉,大量刷题, 经常熬夜非但没有好处,还不利于身体健康。 谈及学习技巧,高分秘诀,他们告诉记者, 只要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讲的重点当糖消化,就会事半功倍。 我和我大姐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只专注于读书的这种, 你只要努力去做就行,并不一定要起早贪婉这种。 上课你只要认真听讲,把老师讲的认真的听明白了就可以。 高考成绩揭晓后,江伯双同时获得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油电大学的录取资格。 最终,她选择了清华大学能源与电器类专业。 江企双则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 如今,姐妹俩已经在新的环境中展开了新的生活。 对于面临着高考压力的学弟学妹们,姐妹俩也有自己的小建议。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学生的话,一定要活泼的这种性格。 太过于安静的话,只专注于读书的话, 反而是不利于你这样的学校生活的。 就是一定要很轻松这样。 很贴旷教育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